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2017台南文学记忆充实记忆为主轴 今日开幕登场即日起至12月24日 包括追寻台南文学 台南文学沙龙 台南Sing时代之歌文学跨界演绎等系列多元活动 深度耕耘台南文学沃土 今年首度举办的台南Sing时代之歌原创音乐竞赛 向全国文青及音乐创作者广下英雄帖 邀请全国词曲创作人杰和文学书写下的台南印象 用原创音乐谱出时代之歌唱出时代之声 目前已收到45件作品 预定11月4日在无缘户外广场进行决赛 祭班奖音乐会 今天开幕是先邀请创作者陈永龙唱对台南的记忆 文学收闪讲作也是今年第一次举办 邀往年台南文学奖得主进行作品分享 由颜爱玲老师导读并用创造性的快闪舞蹈演出作品 原作者陈一慧在演出时忍不住落泪 惊讶自己的创作可以这样演出 文化局长叶泽山表示 台南自古以来文风鼎盛 近年来是否更以打造世界文学之都作为文学发展的整体目标 致力将台南文学旺盛的在地创作活力和国际事业结合 另外取材在地文学家经典著作的意象 拍摄三只具有台南人文特色的宣传短片 并结合历届台南文学奖或讲作者 学校与地方团体共同参与这场文学盛宴 透过走读 废坛 读剧 故事说言等不同类型节目 扩大参与层面 我们下读的一期术诗 浅松中文字幕 前文字幕 前文字幕 李扫兰 AKS 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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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